NJHA团队由新泽西理工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组成 最近新泽西理工学院参加了美国能源部举行的2012年太阳能Decathlon大赛 设计和建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当代玉制混泥土房屋 参与了中国太阳能Decathlon比赛的学生对快速发展的可持续系统 都市景观化和建筑有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随着全球发展中地区开始都市化 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是多方位的互相关联的 并且在一个更大的城市框架下是可以被理解的 这些城市化和当地设计时所面临的问题驱动了NJHA团队参加了这个比赛 团队通过参与到中国湖北省的快速城市化的总体规划中开始了项目的进行 这个规划为中国农村土地的转换改革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增长的模型 也为NJHA太阳Decathlon房子提供了个背景支持 因此这个团队尝试在保持文化可持续性的情况下 寻找一种方式去平衡农村土地的城市化步伐